那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我们阿莱夫读书会女性主义主题阅读的第四期 然后由郭老师给我们带来 父权之与资本主义的一个相关的分享 那在开始分享之前呢 大概有这样两件事情想要重新跟大家明确一下 第一件事情是 我们鼓励有意义的有碰撞的观点的交锋 但是不鼓励任何没有意义的相互对立的谩骂和争吵 第二点是跟今天分享有关的一个简单的铺垫 就是说我们的男权制度 其实是在最基本的文化层次 到整个社会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建构上 都有着完整结构性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也有很多人在我们上一期的分享下面的评论区里面 对父权制男权这个词提出了质疑 那在此前的分享我也有说过 顶层的女性和底层的男性都是被放逐的存在 但是在资本主义现在的不分性别的压迫结构的存在的情况下 底层的男性仍然可以向下压迫更加底层的女性 这个观点我在我的两期分享里面都有提到过 以贩卖人口等等其他的例子为我的论据 分享过这样的观点 那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这本书 是一个现在关于女性主义的论述里面 比较难得的将资本主义和性别文化极势的结构 放在一起去讨论讨论他们是如何产生一股合力 去要求女性归逊女性和压迫女性的 所以让我们期待今天郭老师的精彩分享 然后接下来把话筒交给郭老师掌声欢迎 我现在自己鼓个掌 非常感谢小郎君的开场 其实我当时被这本书吸引的原因也是因为 我很想看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他们的交锋和合谋 当中会产生什么样的碰撞 导致现在女性所面临的一个家庭和市场的环境 OK我们先看一下这本书讲了什么 因为近些年上野的书在国内路律续续出版了非常多 然后呢他这不同书里边其实他的侧重点 当然有很多的重复的一些思想 但是侧重点又各不相同 所以这本书是否可以列入你上野老师的书单 或者说女性主义的书单 我们首先要看一下他讲了什么 其实这本书呢 他的成书背景是在1986年到1988年 可以说已经过去了将近数数 快40年的时间 但是我们现在在看的话会发现 其实上野老师在这本书当中的很多的观点 放在现代的中国来说也并未过时 当时是用大概两年多的时间 在杂志上连载的14篇文章 后续呢又在1990年 就是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又把它整理 重新排版增删成了书 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杂志连载的背景 而且它的时间跨度非常的长 所以说呢它不同的部分当中呢 必不可少的还是会有一些分散和重复 但这也是我一直认为 日本的这个理论学者 他的智学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这本书大体上来说是分成 我自己把它归为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一种很学术层面的 这种纯理论的各种主义之争 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激进的女权主义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等等 这些女权主义内部分争的 这样的一些澄清和相互之间的批判 这个部分的话 我在今天的讨论当中呢 就把它直接五段地pass掉了 如果对这部分感兴趣 对理论这些的探究感兴趣的朋友的话 可以再重温一下这本书 它这部分的讨论 其实也是散布在书中的各个部分当中 我比较有关心 或者说我觉得更能够让大家 来进行一种读书会的形式 进行讨论的 是这本书从生活当中 发现的一些问题 与既往的这些理论之间的一些连接 这个部分呢 我也是希望能给大家 关注女性主义 女权主义的大家 一些这种思路的一些索引吧 因为毕竟我们对女权主义 对女性主义的讨论 其实还是集中在一些生活中 一些现象 一些问题 包括一些困扰为主 很少有一些讨论会上升到 这个一些理论层面的 所以说我也觉得是这本书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可贵之处吧 当然这两个部分的分类 也是我自己进行的一个梳理 也不一定完全作为一个索引 或者说作为一个影子 让大家都可以 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 在今天的后面的最后环节 进行讨论 OK既然说到 它是生活跟理论的一个连接 我们就往理论方面进行一下溯源 大家知道一般我们说到资本主义 其实讨论资本主义的理论家 是绝对不止马克思这一位的 最早的时候 比如说像社会学三大家里边 韦伯对资本主义的讨论 实际上也是非常深入的 然后还有一些像比较偏 现代性阐述一点的 这种诗性和散文性的 齐美尔 本亚明 还有波德莱尔 这个是我们在 其实在现代性这个 读书会的这一part里边呢 大家都不会 如果经常听 不会对这些名字感到陌生 他们都分别从各自的视角和侵入点 对资本主义进行过讨论和分析 但是对我们国内的大家来说 我觉得影响最深和最持久的 无非就是马克思 但是在国际层面 马克思对阶级这个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 包括他的一些异化这些观点的话 也是非常深入和透彻的一个视角 所以说在资本主义这个部分呢 我们向上所引是所引到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的阶级统治 对家庭这个视角来说 其实理论相对不如资本主义那么多 那往上溯源的话 很多还是会溯源到弗洛伊德的这种学说 就是他建立的这样一个性统治的一个理论观点 但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弗洛伊德的理论的话 他其实都是指在阐明近代社会的 这样的一种压抑结构的一个社会理论 所以这也是我们大致进行的一个溯源 后续的话我们会在不同的部分 都会进行频繁的这样理论 和我们实际当中面临问题的一些结合和碰撞 那剩下的几个部分 我也是分成几个部分吧 我们一点点来看 首先第一块就是先回顾一下 资本主义的生产要素有哪些 大家有还记得吗 我们可以开麦随口说几个 劳动力 对 劳动力 资本 土地 资本 土地 什么机器之类的 你政治科学的好好 我们来看一下 资本是第一位的劳动力 土地 当然邪阳君说到了最主要的三个 后面还有技术和信息 其实现在来看的话 对 知识 技术 OK 那就基本上大家补权了 主要是这五种 但是马克思理论的话 它其实是没有触及家庭这个领域 我们看右边这张图 回到了市场为中心 市场为中心的话 它在上面会像自然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土地 最关键的要素之一 它会进行一些交换 包括附着于土地之上的一些其他的资源 然后呢 像对家庭这个框框的话 它会进行劳动力这样的交换 所以说就是不论是自然还是家庭 首先它都是在市场之外的 其次呢 市场它并不是一个封闭运作的体系 它其实一直在进行代谢 就是它有输入也有输出 它是和市场外的这些自然也好 家庭也好等等其他的因素 是在进行频繁的交换的 而且这个交换呢 是来由市场本身进行调节的 就是它的这种交换是处于变化 调节当中的 OK那在市场眼中的话 其实人无非就是一个 劳动力的生产要素而已 那它这个我们所市场所更喜欢 或者说更标准的这样的一种 劳动力的这样的一个生产要素呢 主要是指健康的成年男性 当然上也说这是一个军事 对军事工业型的社会为主的 这样的一个市场结构 它的一个选择 或者它的一个要求 那儿童呢是这个现役兵的后备役 那老人呢就是淘汰的这个退伍兵 那女人呢就是 她其实是大家可以看到 她没有在这个框框里边 她也是在外边的 如果来进行进一步的通俗的讲法呢 或者说更残酷的讲法 儿童就是在市场眼中叫人之前 老人在市场眼中叫人之后 那像这些成年女性和病人 残疾人等等呢 她们叫人之外 也就是传统的这个市场里边 女性其实是不能称为人的 或者说不是她眼中的人 当然这种说法的话 现在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我们说的是回到 它最早的一个典型的 这样的一个模型 来先看一下 后续我们会看 它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最早的我们其实可以追溯到 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 或蓬勃发展期的这个维多利亚时代 当时呢 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 其实那些儿童 他是资本市场比较喜欢的一种 工人的类型 因为他非常的便宜 但是呢 因为儿童出现的 那时候工商这种情况 也非常的普遍 压榨工人 就是工人的生活 工作环境其实是非常的险恶的 有很多会丧失了健康啊 丧失了自己的肢体啊 等等这些 我们在各种剧里边也都有看到 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些事故频发 和这种血汗的这种交换 所以当时就有一种说法 就是要保护弱势的人 比如说像儿童妇女 所以慢慢的就出现了 这样一些保护的历法 就会导致了 加上也是市场主动选择的一个结果吧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作用体系 最后就演变成了越来越劳动市场 仅对成年男子开放 那这种的选择 或者说维多利亚王朝的妥协 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资本主义制度而言是否划算 因为相当于你把一些 就是更便宜 或者说更好用的 这样的一些人排除掉了 你会选择一些单位成本 他的单位时间成本 更高的这样一些人来工作 所以说对资本主义制度 是不是划算呢 这个问题 其实它是一个问题 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答案 但是我们回溯来说的话 事情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的 也正是在维多利亚王朝时期 家庭的独立性之高 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大家如果看一些 那时候的英剧啊 或者小说 可以说在维多利亚女皇 她整个统治的这种漫长的 大几十年的时间里边 从她自己 因为她是一个女性 所以从她自己的话 她对她老公的这样的一种依赖 或者说被训化 她其实已经开始在塑造这样一种 家庭非常崇高 或者说家庭是一种美德的象征 这样的一些东西 其实在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 包括这时候 她自己作为女性而言 你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女性性格当中 或者说你擅长的有哪些优势 比如说你的情感 或者我们叫这个情绪化 你的亲民 这些的一些特质 其实从维多利亚 可以追溯到她这个人 和她这个时期 那渐渐的家庭 也被隔离于的公共领域之外 它变成了一个孤立的场所 这个从历史上来看 也是史无前例的 当然这个家庭 更多的是指这样 我们所谓的核心家庭 或者小家庭的概念 OK 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 评判一个政府 或者说评判一些 一个政府的经济 一个国家的经济健康 与否的一个指标 就是失业率 大家知道 每当失业率公布的时候 它就可能左右第二天 甚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股价 尤其是像比如我们看 美股的那种非农就业数据 它是全球都会来关注的 一个重要的指标 所以说政府呢 其实是非常害怕失业的 就衡量你一个政府的经济管理的好坏 也是从失业率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来看 但是呢 其实市场呢 它是需要失业的 为什么这样来说 因为劳动力整个市场呢 我们刚才回溯上面的那张图 它是流动和开放的 那劳动市场 它始终需要在市场的外部 去为它储备一些力量 这些力量呢 随时能转化成劳动力商品 也就是一种潜在劳动预备对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需要用的时候 它就需要快速地为市场 去提供一些可用的这样的劳动力 如果市场不需要的时候 或者动荡 或者萎缩的时候 这些人他容纳不了 从效率的角度来讲 他不是必须的 就会把它给排除掉 或者跑掉 所以说呢 市场是需要这样的一个 外部的支持的资源的 将家庭置于市场之外的 不只是马克思主义 更是市场本身 通过市场外部这样一个存在 市场它获得的是利益的 也就是说市场 它衡量的一个指标是效率 那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市场就能够最佳的去获得效率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呢 他实际上我到现在也认为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 非常有洞见的这样的一位社会学家 但是呢 他的理论也有一些 我们现在看来是一些所谓的历史局限性吧 比如现在提到的这样一个性别的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呢 男女的性别分工是男性和女性 基于身体差异的自然分工 但是呢 他并没有把这种 我们他提到的这些阶级对立当中的 比如说这些 精神劳动和肉体劳动的这些分工 看成是自然的分工 但是他却把性别看成这个 而且在他的理论当中 他是有意无意的去回避 或者说不去提及这个问题的 对于市场而言呢 女性是这种隐形的存在 其实不只是女性 还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人之外 那些就是病人和残疾人 这些人他们既不是资产阶级 也不是物产阶级 因为资产阶级和物产阶级的很多的分类 它是基于市场这样一个大的背景 和大的一个根源因素来进行分的 所以说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呢 他其实是没有触及这些隐形的 这一类人的存在的 同时呢他也提出 从他的理论章当中 也能衍生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 即便存在无产阶级固有的从属问题 也不存在女性固有的从属问题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女性固有的从属问题 是属于并且可以还原成 无产阶级固有的从属问题的 这个就能推导出来 那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 这个问题解决了 它既然是从属于它的 那如果无产阶级革命 这个问题解决了 女性的解放自然也会 也会解决吗 那我们现在会 我觉得是一个很明显的答案 就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件事情 但当时呢 就是他会选择忽略性 或者说去简化性 女性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是他的上演老师也提出了 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 主要的局限性所在 对这种割裂 以及市场和家庭之间 相互关系的这种现状 也就是作为 你要作为一个大本营 或者作为一个预备役 这样的一个场所 是现代工业社会当中 歧视女性的一种根源 OK 那既然前面女性很惨 在起源的时候很悲惨的 或者说很无情的 被资本主义所抛弃 那她是否就 她存在于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她是否就是独立的 或者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 那其实是她被父权制所接管 这里边的父权制呢 她强调的是 不是通过个人的形式 而是以夫妻 父母 亲子 儿女的形式达成的 也就是说 这些市场所放弃的领域的 这些女性的个人呢 她不是以个人的形式存在 她会被另外一个种类的东西 或者另外一种制度所接管 这种制度呢 女性 不好意思 应该叫女性主义者 我们是将其称为 父权制 这种角色是将规范和权威 以性和世代的形式 不均等的进行分配的一种权力关系 说白了就是男性全体成员中 世代之间的分配 这个对应的就是世代 比如说父亲和儿子之间权力关系的一个角逐变化 还有一类就是男性全体成员 对女性全体成员的统治 也就是父权制呢 它其实暗含两种意思 一种是男性对女性的 还有一种是男性之中的 基于世代的这样的一种权力的争夺和变化 所以就是父权制其实是隐含的两个意思的 OK我们今天提到了基于家庭的父权制 那我们不妨向前再回溯一下 看看什么是家庭 这个回溯呢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意思 也非常有意义的 就是在更早的这样 拉丁语当中的family这个词呢 它其实指的是 从家奴到家畜的世代单位 这个世代单位呢 它的对应 它是什么的世代单位 它其实是一个以土地为基础的 并拥有完整的生产和再生产自主权的 这样的一个单位 这个定义呢 其实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那我们现在呢 如果是去看这些原始一点状态的 这样的家庭 比如说我们回到一些还保留着 比较原始农村的这样的一种 生活以及生产方式的地方 看这些农村的家庭 你会明白 它实际上这个家庭呢 是更重要的是一种生产单位 就是它的生产的作用 是排在再生产之前的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 它不止说 我们在一起就是结婚生孩子这些事情 它更多的是从事 就是一片土地给你 然后你基于这个土地去进行你的耕种也好 这个养家畜也好等等 就你最终是一个独立自主式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单位 这是最早家庭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基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家庭内劳动和家务劳动 就是那个时候呢 它其实没有很明确的家庭内劳动和家务劳动的一个区分的 比如我们看这样一个传统的农村家族的家庭的这样的妇女 你会发现 比如说他有时候他会去喂猪 还有时候可能是打扫 有时候可能会去割草 有时候可能会再去种庄稼等等的这些行为 就是你观察他一天的这个行为 他其实是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同时都做的 这种生产劳动呢 基于过去家庭这样一个概念 他其实是归为一种家庭内劳动的 所以在更原始的时候这样的一种家庭里边 其实并没有人严格的去区分这两者 不是说女性就只是做所谓的家务劳动 而男性就去做所谓的这样的生产劳动 所以那个时候呢 他们都是在家庭这样的一个人的组织 和这样的一片地这一亩三分地里边 去进行维系这个小的生产单位的 这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劳动 所以那时候是没有特别明确的这样的分工 就是你做什么我做什么的一个区分的 非常庆幸的是 我觉得现在中国还有地方可以让我们去看到 和感受到这样最传统的家庭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的一个地方 那接着发展下来就是出现了女性与生产的隔离 也是随着工业化去慢慢发生 工业化和城市化吧 去慢慢发生这样的一个变化的 在那个时候呢 女性她其实是愿意去成为在家中的妻子的 因为作为所谓的在家中的妻子 那对应的话这样的男性是能够有助于她去实现阶级晋升愿望的 所以说她为了获得这样的一个地位 她宁可没有用人也是愿意接受的 她认为成为家庭中的妻子是作为女性地位的提高的 她得到了大多数女性的一个支持 这是当时最早的时候出现这样一个在家中的妻子 或者夫人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 很多女性其实是在拥护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代发展到现在 可能很多女性呢就会抵触或者不愿意去成为 这样一个所谓的家庭主妇 她是因为这个家庭社会的环境变了 家庭呢她在社会当中的角色变了 因此女性在家庭当中的地位和成为家庭主妇 对女性的意义来说也都发生了变化 正是因为这种家庭与生产的 女性与生产的隔离 或者说家庭内部家庭本身与生产的隔离 就史无前例地将家庭性化 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再看这页最上面第二行 过去的家庭是拥有完整的生产 再生产自主权的单位 现在呢这个生产逐渐地从家庭当中去剥离 它成为个人的一种东西 那家庭呢就只剩下了再生产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家庭的性化 女性呢就被局限于了再生产的身份 这是现代家庭区别于前现代家庭的一个体现 但是有些地方呢 它会有这样一种残余的意识 就是家庭作为一个劳动单位这样的一种观念上的参与 我们现在其实依然还是可以看到的 最典型的就是有一些这样农村的人出去打工的时候 他其实他是会连带着把他家庭的很多人都叫到一起 比如他走出了一条路或找到了一个好的机会 他会让他家庭的人一起过来 举个例子就是我去年自驾去西藏的时候 一路到了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 会看到很多四川人啊 河南人啊都有在打工 他们比如说会开饭店啊 开旅馆啊等等的 就是有到机会之后就把全家人一起接过来 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劳动团队 所以说对于依然有着这种意识的人来说呢 现代化只不过意味着劳动形态由非货币领域转向了货币领域 也就是说过去呢可能是没有那么分的清楚 但现在的话它会货币化渗透的会更明晰一些 但是呢他们依然保留着家庭劳动团队这样的一个意识 这个意识就是对应着我们刚才所谓的家庭当中的生产 但是呢对于没有依然以家庭作为基本劳动团队的这些人呢 生产就慢慢变成了个人 但是呢你是不是这个事情就是你去进行生产 就是个人不是的 这个就是要提到了一个 不只是你去从事生产这个行为 而且在于你这个行为 它最后的收入货币化收入的所有权归属 才能判断你是否真的是已经转入了一种 个人而不是家庭的生产模式 既然提到了家庭的性化 那在这里边的话就是对应出来 下一个的我们要讨论就是这个性统治 在过去呢或者说漫长的这个历史时间当中呢 一直都把家庭去 就是用很多爱啊情感啊 这些东西来来去包装它 但是尚也在这里面就清晰地点到了爱的共同体这样的一个神话 是破灭的 这个地方家庭并不是一个温馨 集中于温馨 集中于爱的这样的一个港湾 而是一个压迫和统治的场所 就是尤其是对女性 她在第一个原生家庭的时候需要父亲统治 当她挣脱了这个原生家庭的枷锁 想去获得一些自由的时候 No并没有她反而被她的丈夫从她父亲手中去接管 所以她一直是处于男性的这种压迫和统治的场所下的 那她也明确地提出了一点 就是性统治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心理 而是一种明确的物质性的 这也是实际上也在这本书当中亮出的非常明确的一个观点 我们后续的话 最后一排可以大家一起来讨论 你眼中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那这里面就提出受压迫的到底是谁 就是即使不进入一夫一妻制 她这种性统治已经泛化成了一种社会的结构 所以你即使不进入一个一夫一妻的小家庭 那这些比如单身的女性 她也是无从从性统治当中逃脱的 同时呢她说不止压迫女性 未婚不婚的男性也是被一家之主所占有的 这个就是我们对应到前面讲父权制的时候 它隐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 所以这里边这些男性成员之间的世代压迫 也造成了父权制的另外一种受害者 或者说被压迫的对象 那正是因为上野认为 这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 而是一个物质性的问题 所以她直接就否定了 女性摆脱被害妄想症啊 男性的思维转换这种心理方式 就可以解决父权制的这个问题 就明确的提出了根源不在意识形态 在物质性 因此解决这个问题 也是要从经济跟社会层面 就是改变物质基础而获得解放的 这是她一个明确的观点 OK 我们下一个就是讲的一个子话题 就是家务劳动 家务劳动呢 它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女性主义的发明 因为这本书成书是86年啊 所以说这个书当中还是用了很多女权主义 所以有时候的话 这个字眼大家就就不要细咎了 可以等同这两个是一个概念 因为有些是书里的原话 这种家务劳动呢 在最早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这种说法的 因为我们刚才也回溯了嘛 最原始这个family 它其实是一个生产和再生产结合的单位 那个时候的劳动会称为家庭内劳动 而没有再分家务和生产 那最早呢 我们来看跟这个家务劳动相关的两个概念 一个是非商品化的劳动 非商品 就是回到商品化的劳动 这是马克思提出的一个概念 和一个划分啊 就是产生剩余价值的 或者说可以约等于 就是有交换价值的劳动 就造商品化的劳动 它是基于市场的 但是这个的话 它的界限实际上是一直变动的 这个就是我们讲过市场 它是流动的 是开放的 所以说哪些劳动 或者哪些东西 可以被商品化 被纳入市场 它也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的 比如说过去这个洗衣服 它是一个家庭内的一个劳动 但是随着起义机的发明 包括有一些这种上门的 这个小时工的等等的一些出现 就会发现这个东西 它其实已经被市场所内化掉了 但是呢 市场是不可能内化掉 所有家庭内的劳动 因为它有一些这样的家务劳动 是带有一些私人属性的 所以说呢 它还是会不能够完全的被商品化 但是呢 在最早的时候 也有人认为这个家务劳动 是不是就等于非生产性的劳动 它就把这两个是挂钩的 非生产性的劳动 就是产生使用价值的劳动 叫生产性的劳动 所以说家务劳动 它直接被约等于 就等于了非生产性的劳动 其实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观念 并不是这样子 它很多的家务劳动 实际上是产生使用价值的 所以说随着时间的发展 这两种判断呢 都会有的一些模糊和不准确的 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 但是呢 不可否认的就是 即使到现在家务 我们指家庭内的这种家务劳动 它依然不是工作 所以说不论是在法律层面 和经济层面 都面临着这样一种 没有权力保障的状态 最后回到了 就是上野 他很坚挺指出的 就是这些家务劳动呢 不能贯之以爱为名的劳动 比如说爱和母性 这样是对女性的一种道德绑架 也是对女性劳动的 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的压榨 我们再看一个有趣的话题 就是家务劳动 是家庭主妇进行的劳动吗 我们回到了当时 家庭变迁的那一页PPT 就是家庭主妇在过去呢 她是一个户主之妻的 这样的一个身份的地位 但是家务劳动对应的是谁 是保姆 用人和奶妈的劳动 也就是家庭主妇 也就是夫人 她是完全不劳动的 或者说是她也不会进行劳动 就是说你可以不劳动 然后你也不会劳动 因为劳动的话 会有损你的身价 就会认为这些事 不应该是夫人来做的事情 所以过去的那种夫人呢 她是一种女性王国的国王女王 她也是一种理想的 妻子和母亲的一种 家庭式的女性 她能够拥有用人 而不是劳动妻子 去做这些家务呢 会被视为一个男性 她的社会阶级地位的一种标志 所以说就是当时女性就愿意来做这样夫人的一个角色 但是当谁都能够成为公亲族的妻子的时候 过去的这种容生 她的实质就变成了女性沦为了专门从事家务的人 所以说从最早的时候 家务劳动其实并不是家庭主妇的劳动 而是家庭主妇所管理的那些庸人的劳动 但是现在的一种语境当中呢 我们已经慢慢地把它等于是家庭主妇进行的劳动了 OK前面提完了家务劳动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家庭里边的劳动的概念 就是再生产 再生产指的是对人的生产养育照料 培护等等 与生命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 劳动力再生产相关的劳动 女性的再生产劳动呢 和作为其劳动成果的再生产物 被男性父权所拥有 这里面就是过去的一个 也是过去最初的一个例子 就是与母亲分开的孩子 比如母亲过世啊或者怎么样的 他不是由父亲抚养的 而是由男方亲属圈中的祖母来从事这一劳动的 所以不论是母亲抚养还是祖母抚养 其实都是女性来进行再生产这个劳动 但是他的成果或者说这个孩子 都是属于男方的 所以说近代的父权制呢 是不同于封建的父权制的 我们不论从前面的家务劳动 还是再生产劳动来看 现在的家庭典型的一个父权制呢 它是由客戟奉工的企业战士 这个话一看就很日本的一种说法 和专注于家务育儿的妻子来共同组成的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 它又出现哪些微调 然后它会带来哪些新的问题 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 我们一起再顺着这个时间 脉络往后来看 前面讲的是一个最基础的 这个现代的资本主义和父权制 他们相互之间碰撞建立起来的一个框架 包括把女性跟儿童从食堂当中去排除掉 然后女性在家庭当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地位 然后现在的家庭跟过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这些都是一个基本框架的形成 我们接下来就是看 随着这个现代性的进一步发展 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这种基本框架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那又回到了市场 其实在日本20世纪60年代呢 已经出现了一个我们现在依然存在的现象 就是劳动力的缺乏 但它是一种结构性的缺乏 而不是一种普遍的缺乏 结构性缺乏指的是那些管理部门和决策部门 就是我们所用的所谓的白领或者领导者 其实是不缺的 缺的是干活的人 就是那些年轻人单身者和低学历的 这种偏体力劳动的人群 资本主义呢 它使劳动力的供给的后方 原来的是农村自行解体之后呢 它又把手伸向了家庭 也就是雇佣劳动者 女性作为一个雇佣劳动者 会被资本主义剥削 作为一个家务劳动者 会被父权职剥削 具体来看 就是资本它的原始积累的话 其实是有几个来源 最主要的就是农村 这个就是我们最熟悉 比如50年代会讲了这个剪刀叉 大家政治科应该也学到 就是当时中国采取的一个策略 就是牺牲农村先去支援 这个工业支援城市 第二类的就是国别 这个大家应该也很熟悉 到现在还有就是这些 大量的非洲啊穆斯林的这些移民 他们会涌向美国 涌向欧洲 这是一种跨国别的这样的一种压榨 不只是劳动力 还包括市场 一种全球化体现在这个当中 那第三类就是现在还在进行的一种 就是对女性的剥削 这些其实都是资本原始积累 所必经的 或者说可以选择的路径 就这么多 不同的国家 它的侧重点 和它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 它的侧重点是有所区别的 都是从这样的一种跨市场 或者说跨区域当中的差异当中 去获取价值 它使一些政治性的差异 我们提到前面的这种农村国别女性 其实都属于一种政治性的差异 利用这种差价去榨取经济上的利润 就是把政治上的差异 去转变为一种经济上的差异 那市场对外索取最夸张的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战争 因为资本主义呢 它永远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 就是供给过剩 这是它不可避免的一种命运 那因为战争呢 是一种巨大的消耗 所以说呢 战争实际上是有助于解决市场问题的 我们也知道上世纪两大战争 就是世界一四二次大战 他们都非常有效地解决美国的这个国家的供给过剩问题 所以说美国呢就是毫无质疑地成为这两场世界大战的一个最大的受益人 也是让他一下子跃居为世界霸主地位的这样的一个契机 那正是因为战争呢 它要动员我们刚才那张图里面那些成年健康的男性 都要到战场上去 所以说呢就迫使女性进入了后方 或者说她们本土这样的公共领域去 女性正是因为在战争当中去进入到公共领域 从实际的事情 她们的操作当中 她们就获得了成果 也获得了自信 因此当战争在结束的时候 过去就是意识形态也好啊 传统也好 所造就的这样的性别分工呢 就很难再维持了 而且呢针对日本 因为大家知道日本是一个二战的战败国 针对日本又有一个特别的一点 上一提出的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战败国 战败国 所以说政府呢 就在国内的权威会面临的丧失 那因此她所过去宣扬的一系列的这种理论啊 或者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意识形态 都会面临丧失 包括对男性的这样的一些尊崇 所以其实从做一个战败国的女性来说 他们还有这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那正是因为这些男性劳动力都回来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政府又开始宣传一种 要女人回归家庭的运动 也就是用你的时候你出来 不用你的时候你就要再回去 也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市场的开放性 那还有一类市场的一个极端的索取 就是经济萧条 有市场研究来发现 就是经济萧条的时候呢 妻子和母亲处于优势地位的母性 家长制呢 倾向就会较强 正是因为在上面 就是这个第一次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 是发生在上一世纪的 也就是我们从维多利亚时期建立的框架 跨越到了20世纪这样的一些 基于两次战争和经济萧条 30年代那场萧条来发生的变化 就是女性开始第一次进入劳动力市场 但是即使她进入劳动力市场 只要她们无法享有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 女性就只会沦为劳动力市场的奴隶 她一指什么呢 就是你工作的这些工资 是否归你自己支配 还是直接要上交丈夫或者你的父亲 然后第二点就是女性 即使是她有机会进入了劳动力市场 她依然是一种不完全的或者二流的劳动力 那指的是什么 比如一个典型的就是工作到结婚为止 其实这个现象现在在国内呢 还有但不是很突出 可是在日本的依然非常的突出 就是日本的女性的 这个我们所谓的全日制的工作 特指是一种未婚雇佣性女性的市场 也就是说那些女孩子从大学毕业之后呢 她们会进入一种全日的工作场所 但是呢 不论她自己还是她 就是她的公司都会预期 或者说有这样一种 她到结婚之后就不再工作的这样的预期 所以很多人都说 大学毕业的女性去进入劳动力市场 其实是在 是为了找男朋友 但这种说法 其实本身对女性是非常不公平的 因为这种短期和不确定性的预期 就会非常影响 她能分配给你的职位 以及你在这个职场的这样一个 升迁路上的一个发展 同时呢 就是资本主义以下的生产劳动 它不会与家庭责任为名的 再生产劳动对立的 这也就是资本主义和家庭之间的妥协 从维多利亚时代就开始出现的妥协 到现在也依然存在 OK 我们讲完这个劳动时候 就再来看新时代 就是上个世纪这样再生产 它的变化会发生了什么样 就是因为女性过去呢 主要是来承担这个再生产的方式 她支付的是食物费用 就是她的劳力和时间 那如果上野也是非常刻薄 或者说是加引号的刻薄 就是她直接点出了这样一句话 我看完我就忍不住笑了 她说如果将这种食物费用 换算成货币费用的话 实际上将超过丈夫所能负担的金额 也就是说其实男的你是没有 你是赚不了那么多钱养你的孩子的 所谓男性的这个赚的工资 称为家庭工资 那与其说是现实 不如说是神话 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就是很多 比如我以前工作的时候 那个身边的男性 你要他不留自己的小金库 是不可能的 他即使每个月上交的工资 他依然会有各种各样的 其他的弹性的 或者说非账面显示的这些工资 他是不用向太太去交付的 所以说这些家庭的公司呢 对女性来说就是一个呵呵的东西 那他也提出就是没有人会对妻子的再生产劳动进行支付的 无论是丈夫 经由丈夫的资本 还是国家 这个经由丈夫的资本就是 雇佣他丈夫的这样的公司 过去呢 其实在雇佣一个 尤其在维多利亚时期 雇佣一个成年男性的时候 大家是默认给他开的工资 是要养活他的家庭的 或者说这个公司对应的 就是一个 背后是一个家庭 但是现在呢 我们一所谓公司 没有人会想到你能不能养活你的家 都会说 大概会想你能不能养活你个人 所以说这也是这种 企业或者说公司 他 大家意识当中 他的角色的一个变化 尤其是在日本是这样 就是离婚是一种代价极高的解放 因为这个事情在国内 其实我没有看到很多相关的统计啊 但是在日本 我看他们一些书里边 就是会有明确的统计 就是离婚之后 专方的变化 嗯 哎 现在我的声音可以听到吗 啊 OK 好像可以了 啊 就是日本会有做过统计 啊 离婚之后呢 丈夫的生活水平上升了70% 妻子会下降40% 也就是说妻子呢 既需要负担食物费用 又需要负担货币费用 主要是在生产 就是养孩子的费用 所以呢 很多离婚的单身女性 生活水平会跌落至贫困之下 当然理论上的话 父亲是会有这样的 支付这个抚养费啊 善养费这样的义务的 但是这种东西在实际当中的执行 就是即使法院或者是法律有规定 但在执行层面难度非常大 嗯 所以说 日本呢 就是丈夫不支付这个下养费 抚养费的比例呢 超过了80%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那还有很悲惨的 就是一般往往单身妈妈 她培养出的孩子呢 反而很多是一种特别男权式的孩子 然后当下呢 教育就是一种 在世代间财富转移的一种主要表现 所以说就是 女性呢 她成了部分的生产者 但是男性呢 却并没有成为部分的再生产者 从部分生产者到部分再生产者 只要这种变化不发生在男性身上 以无偿再生产劳动为物质基础的 压迫女性便不会消失 我们前面是提到了家务劳动 这样的一种压迫方式 那这里边又提出了 是再生产这样对女性的一种 为物质基础的这样的一种压迫的方式 OK 现在还有一种新的形态的变化 就是过去呢 其实教育这个行为是发生在家庭中 由母亲来承担 它是一种非货币化的实物的费用 但是呢 现在呢 随着我们对教育的理解变得不一样 那教育呢 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化 但我们是有一些义务教育的 在国外的话 大家应该很多年前就有说 这个大学费用的高昂 包括一些 你如果要追逐一种私立教育 现在国内也体现得非常明显 一年都有几十万的 这样的一些私立学校就是非常多 所以说就是教育呢 因为它发生了一些变化 所以母亲呢 就会逼迫她要去购买这样的 过去有她自己去提供食物的这样的一些商品 就是管理式的教育 所以说呢 就要主动的外出工作 也就是很多妈妈会说 如果我不出来贴补家用 那么我们有孩子的学会就会富不起 我们可能就会吃不起饭等等的 也就是说 过去呢 是一个男性的这种 健康男性的劳动力 是可以养活一个家庭的 但是现在呢 这种情况比例越来越少 大多数家庭呢 都要靠母亲出去 去做一些非全日制的工作 来贴补家用 才能够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 当然这个地方指的是日本 就是她基于日本的一个研究 国内的话 大家可以去自行体会吧 那资本主义呢 它是以无偿劳动的形式 让女性背负了养育的责任之后呢 又将教育所需要的费用负担 同样让女性来承担 也就是你过去自己养孩子 现在你要买孩子的这些教育 所以生殖和养育这种行为 就越来越变成了一种奢侈品 就是为什么我之前说是 穷人生不起孩子 然后呢 她同时也变成了 你子女的数量 也变成了一个阶级的一个 越来越成为一种阶级的指标 至少是局部吧 比如说我们在城市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可以理解为 你孩子的多少是一种阶级指标 尤其是在一线城市 当然在农村啊 或者说其他地方 小县城镇里边可能会好一点 就它是基于一种 再生产分配来进行了一种新的阶级等级的一种划分和延续 OK 这情况下就是我们总结一下 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第二大波 或者第二个驱动力的一种变化 就是丈夫挣的钱不够花 那女性就成为薪酬劳动者和家务劳动者的双重劳动 这种女性可以出来工作 好像说我赚的钱可以有一定的自主性 不像过去所有钱都要向丈夫要 看上去对女性是有利的 但是事实上是对资本主义和负权制有利的 为什么呢 就是你先来看对负权制 育儿期的时候 你是丈夫免费的专职育儿妻子 后育儿期呢 丈夫她可以不负担家务劳动 还可以坐享女性带来的额外收入成果 其实女性的这些所谓的自主的钱 最后都是贡献给了家庭 所以说其实是变相减轻了丈夫的负担 所以说呢 有一些人会说 这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双重实现 但上野就说这是一种双重负担 甚至这是一种三重负担 包括雇佣劳动 家务劳动和育儿 同时呢 随着这个两边老人的年龄的逐渐增加 和这种自理能力的丧失的话 还要为了老人随时撤离 所以这种女性的 就是妈妈吧 我们指的这个是 妈妈的这种非全日制的 这样的一些劳动呢 她其实就是面临了 更这样的一些窘迫的一些情况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如果是家务劳动 处于所有劳动当中的最底层的话 这种雇佣替代 也是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 一种考量的因素 比如说我是出去赚钱 和聘请一个聘保姆过来 这样的组合更好呢 还是干脆我就在家育儿 其实它是一种 经济利益上的一种算账 这就是一种 因为第一次女性进入市场 是基于战争和经济萧条的 这样的一种上个世纪 60年代之前的 这样的一种行为 后来呢 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的 女性又有后续的 更多的进入劳动市场动力 但是它更多的还是指日本的 那种劳动情况 也就是妈妈的这种 非全日制工作 它其实呢 不是和男性去竞争 而是说去从事那些 时薪非常低 比如说超市收银员啊 等等的这些激动的 又非常廉价的 这样一些不稳定的劳动 所以对于女性而言 她所谓的工作与家庭的兼顾呢 是要通过错开生命周期的时间分配而得到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经济上的压力呢 整体上孩子的数量是越来越少的 因为孩子数量的减少 就让很多女性在35岁之后 就会结束了她的生育阶段 过早的来到了余生阶段 也就是过去的女性的生育周期整体 生殖加养育周期是非常的长的 因为她要生很多个孩子 她可能把这些孩子都送走了 或者不用她管的那个节点 她才迎来她的余生 但是现在随着孩子数量减少 女性就在35岁左右就来到了余生 因此她就会投入到一些全日制的劳动当中去 OK 讲完前面这两种情况之后呢 我们就是再来看一看 这两种情况会导致什么 因为生产从家庭这个领域脱离出来 家庭成为一种再生产的场所 沦为一种性化的这样的一种场所 我们看到了很多选择的人们 就是有选择的人们 拒绝了结婚 拒绝了生育的时候 才更进一步会弄清楚 一直以来是怎样的一种文化和社会性 强制力作用于结婚和生育上的 也就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一种责任吧 这个地方是在说这个意思 那因为女性去进入劳动力市场 去进行了这样的一些抗争啊 或者一些反抗 就会越来越导致静态家庭无法正常运营 或者说白了就是 女性开始逐渐不想承担再生产劳动 针对这种现象呢 社会就会有很多意识形态的这种规劝吧 核心家庭外出工作的母亲 就很容易变成众矢之地 比如孩子出现什么问题 母亲自身也会容易自责 社会也会这样来责备你 所以说就是她会把这个责任强加于母亲 那面对这种可能出现的家庭解体的这种 这种问题 有哪些解决之道 就是一种说法 就是三世同堂 它是一个扩大版的家庭 也就是说 育儿和赡养老人的看护劳动 在作为祖母的女性和作为母亲的女性之间去发生隔背交换 但是仅仅出现在家庭的女性成员中 这是我们说的很多就是农村的老人或者说小城 小镇的老人来给孩子带娃 到一线城市给孩子带娃就是一个典型的这种情况 但是一般的这种情况承担这种家务劳动 比如承担做饭或承担再生产照顾婴儿这些劳动 大多数还都是外婆或者奶奶 很少说有外公和爷爷 能搭把手就不错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多人会提出了保卫家庭论 就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达成的一致 就是不想将再生产从家庭中转移出去 这是一种解决的方法 其实这不同的解决方法 在不同的国家没有那么严格说我是按国家 或者按制度或者按地域区分 它很多时候其实都是混杂在一起的 那我们来看第二种解决之道 就是向社会公共领域转移 包括小孩的幼儿园和老人的养老院 也就是指国家介入再生产 其实这个从全球范围来看呢 在上个世纪中国跟苏联都是做得非常好的 我们那时候的口号 毛主席提出的妇女能顶半边天 就这两个国家 他们都具有极其强大的这个社会动员能力 我们回溯上个世纪我国的社会动员能力 其实就对应到刚才的资本积累 包括我们对农村的这样的一种剪刀叉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吧 包括我们对女性的这些动员 它其实就是把这些差异化的这些东西呢 去就是用起来 但我们那时候没有说采取这个国别建议 没有引入这个劳动殖民 可能那时候也没有人愿意来殖民吧 但是像农村和城市的以及女性的动员 其实我们客观来讲当时中国都做的简直是出乎人的意料 就是出乎大家时候人的意料 那个时候就回溯我们小的时候这种公共育儿 那种基于企业的 基于这些企业都是国企嘛 背后都是国家 它这种幼儿园机制的发展的话 就会使女性的再生产劳动负担降到了最低 所以说很有意思的是 看中国的女性劳动比率模式 它指的就是说女性纵座标是女性的工作 然后横座标是女性的时间 它是一个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轴 在其他国家包括很多发达国家 还有包括日本啊 他们都是一个典型的M型 是指什么意思 就中间的那个波谷 就是指这个女性的生育期 过了这个生育期之后 到了余生它就会有一个新的高峰 但是中国的这个劳动力比率模型呢 它就无限接近于男性 也就是说没有中间的那个波谷 OK 如果女性 她是这种家务劳动者的这种身份 无法摆脱的身份 是一种异化的物质基础 因为我们讲这个资本主义 工业当中的工作是一种异化 其实女性的这种家务劳动 它本身也是具有异化的 这样的一个潜在因子在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异化共通于这样的 无产阶级和女性 那女性是不是能够发展为一个阶级 就是过去马克思主义 没有纳入我们的无产阶级 有资产阶级来看的话 从它的分析的方法和它的推导 是不是女性也可以成为一个性阶级 就是性上的无产阶级 这个无产指的是被压迫的阶级 那是否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和这样的一种理解和这样的一种模式呢 那最后在结尾的部分 我们就是又回到了那个偏理论一点的 就是父权制跟资本主义它到底是一个一元论还是二元论 这个其实是没有结果的 也是现在学术界还在一直争议的 就上也写这本书的时候还在争议的 而这个问题它又可以转化为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父权制是否附属于资本主义 第二个是父权制下的女性家务劳动是否对资本主义有贡献 但这个地方我也并没有说想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因为学界也还在争论 但是会展示给大家这本书这个父权主义资本主义 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怎么样来理解 有什么样的可能 那实际上当中我们刚才说的是理论的争议啊 但现实当中呢 其实一直处于一种历史性的妥协 就是资本主义之所以比马克思预计的时间 他的存活的寿命更久 现在看起来存活的也还不错 他其实是有一种历史性的妥协的 两个方面 近代家庭上是资本主义家庭达成历史性妥协的结果 而近代国家是资本主义与国家达成历史性妥协的这样一个结果 最后呢 想说的就是也是上野这本书当中提到的 就是女性之间的差异 这个呢 其实也是我觉得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会说女性主义内部会有非常多的纷争 就是各种派别 大家所有人都在争论个不停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争论 其实有一点原因也是因为女性并不是铁板一块 这个就是与性别无关的 就精英方向它其实是越来越淡化性别的 然后呢还有一种大众方向呢 它跟性别是息息相关的 有一些旨在提高女性地位的政策成为一种双刃剑 就是它在有利于一部分女性的时候 对其他女性是不利的 提到这个部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哪些政策 大家现在有能想到吗 就是说是分化女性主义 或者说因为女性主义分化而导致的政策的结果的 理解不一样的 育儿嫁是吗 我看有人说 大家还想到哪些 其实我们之前 艳女那次有讨论过的代孕 代孕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这样 就是我们 当时我们说到代孕的时候 其实我们 大部分人想到的会是那些代孕妈妈 就是免受 让她们免受痛苦 或者对她们基本人权的保障 但是呢 这项 这样的很多政策 会遭到了很多精英女性的抵制 包括就之前 在大家广泛讨论这件事情 比如之前徐静雷也有说 等了好多精英女性都说过要代孕 国外的也有 就是他们其实反而是抵制这种 我们理解的对女性保护的政策的 还有哪些 大家有想到了 这涉及到这种 非庸的一些政策 香港的一些涉及非庸的政策 其实也是 就是可以看出来女性内部的一些分化 所以资本主义呢 它其实没有消除性差 而是将性差以新的方式进行了重组代编 而包括就是一些不介意的 劳动性差的众多行业当中呢 学历差带来的问题是比性差更显著的 所以说呢 就会 大家会发现在面临很多 政策或者面临很多分歧的时候 其实大家不是统一的一个划分标准 它会有很多标准 比如说性差是一个一个差异 学历差又是一个差异 当这种性差学历差等等因素都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会发现有的时候是别的差异更占主导因素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你从性差角度来看 内部发生了极大的分化 比如最简单的就是女性就可以被划分为精英职业女性 占大多数的边缘化的职场女性和无业家庭主妇 她们之间的很多的诉求 或者她们的利益其实都是冲突的 最典型的就是我还讲到了一个 比如现在的离婚证 就是那个非婚生子女 这个前一段时间吵得很热 大家就我就会精益的发现 开始非婚生子女出来的时候 我会从我自己的角度会有一种 一种一种想法 但是后来你会从互联网上看到了很多 很多骂这项政策的 说什么小三可以上位 什么可以证明这类的 你就管不好你的丈夫 你就会很诧异说原来 其实同样一个政策 不同的女性 她们会有截然相反的解读 所以就是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女性之间的差异 其实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这也就导致了很多女性主义 很难说是统一发生 或者说一部分人 一部分你看基于是对女性主义好的一些说法 一些观点会被骂得狗血淋头 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这也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现状 OK那最后就是进入到了讨论的阶段 这个是开始分享之前 就是发在群里的一些大家可以讨论 然后刚才我们提到的女性之间的内部的分化 大家也可以讨论 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都OK 为什么女性进入生产隔离 是自身地位的提高 那个是基于当时的一个历史环境下的 也就是当时的时候大家都很穷 然后这些能娶得起妻子 因为那个时候所谓的夫人 她是一个家庭的主管人 你可以理解为贵族的老婆 所以如果一个普通家庭的女性 她嫁入了这样一个能有夫人之称的 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时候 她实质就背后对应着 是一种阶级地位的跃升 所以是有那个时候的历史背景的 或者说那时候穷人的老婆 是不能称为夫人的 对女主人是主人 她就是女性王国当中的国王 小龙君你在吗 我开始之前其实就有看 郭老师发到情侣里的这个问题 但是实在是我觉得挺难回答的吧 好的 我第一个问题 我认为心统知识意识形态更为关键的 就是说所谓的性统治 它其实归根结底 还是我们身体赋予我们的这项能力嘛 就像在乐园之秋那一期 我们分享过的就是 我们的哺乳的这个能力 以及淡于后代的这个能力 它其实是曾经一段时间内 女性获得权利的一个来源 只不过后来这个权利 在不断的社会文化建构中被剥夺了 那既然这个权利的流失 是一个意识形态层面的 就是去对女性权利的消解 我也觉得 我们应该用同样的路径 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 把这个权利再重新的握在自己的手里 然后家务劳动和再生产 是否可进行货币化衡量 这个事情 就像我们群里的那个小姐妹讲到过的 也是我之前提到过的一个电视剧 叫做逃避可耻 确有用 就是新元节一 她饰演的女主角 是一个派遣制的一个女性劳动者 然后她也没有办法获得稳定的工作 然后最后她因缘巧合跟男主相识了 然后他们俩签订了协议 新元节一会每周来她家打扫 然后给她做饭 扮演她的这个女朋友 然后她做的这一切 在这个劳动协议的保障下 她是会收到这个新业员支付的工资的 当然他们结婚了之后 我不知道这个工资是否还会照实的 跟之前一样的去支付到这个女性的手里 但是总之在这个在这段关系里 最开始其实就是说 女性的这些劳动如果在资本主义的这种 劳动市场上去被量化的话 大概是要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而这个女性这些劳动的价值 一旦进入以婚姻为名的关系中 她就会变得隐形 然后会变得无法用这个金钱去衡量 首先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认识到女性在这段关系中 付出非常多的劳动 要先有一个这样的意识 然后以及我其实认为 女性的隐形劳动是无法被货币的 精确的去衡量的 因为尽管你比如说雇佣一个阿姨 然后她会 你的你支付的工资会定量的转化为 她的劳动 比如说她一天做两顿饭 然后把垃圾带走等等这些 她会做这些事 你支付的工资会转化为她在这方面的劳动 但是维持一个家庭 作为一个社会的基本的细胞 进行正常运转的这个过程 需要更多的脑力上的劳动 比如说空掉的酱油瓶子 不会重新填满自己 比如说这个你的这个家庭 多久交一次电费或者交多少 然后多久交一次物业费要交多少 然后以及你维持这个家庭 大家都知道自然界存在商增定律嘛 如果你不定期整理你的办公桌 它也会变得越来越乱 那么你定期去整理是多久定期整理一次 以及整理到什么程度 以及这中间涉及到的这些东西 其实这些思虑都是在现在有的家庭结构当中 往往由女性来承担 而这些所谓的 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更需要动脑的 更显而难见的这些劳动 是没有办法在市场上被定量的转化为 可以被支付的劳动的 我之前在豆瓣上看到 我有很长的一个广播 我已经不太记得他具体讲什么了 但总之就是说他的伴侣 已经是一个会跟他平均分配家务劳动的人了 会去洗碗洗衣服等等 但是他们家洗衣液摆放的位置 然后多久维修一次洗衣机 清理一下里面的杂物 以及多久重新清理一次洗碗机 这些事情仍然需要他去动脑子 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 尽管我们以这个新元结衣 那个电视剧为切入点 然后他的一些劳动被量化了 然后被支付了报酬 但是其实维持一个家庭运转的这个过程中 仍然有很多难以把它量化的脑力上的付出 当然如果能够把它进行货币化的衡量 就是如果能做到像电视剧里展现的那样 他做饭和整理卫生和这个扮演女朋友 都已经可以被货币化的去衡量了的话 我认为这是认识女性在维持家庭运转中付出的 劳动的第一步 然后起码有就比没有更好 而且我认为它应该是有助于 减少女性的隐形劳动的 我说完了 那我正好补充两个例子吧 我身边的两个例子 一个是发生在上一代的 就是家庭当中的男性 或者说爸爸那个角色 会说 说这个你妈总是说我不做家务 但是其实家务是有 我们是根据各自的身体情况 或者根据 就当然是有一种根据吧 我们会进行分工 就是我呢会做一些重体力的劳动 比如说哪坏了 家里有什么东西都是我修 比如灯泡什么 就一系列啊 这种什么东西坏了之类的 都是我来做的 然后呢这个那些日常一点的 就是由女性 或者由妈妈这个角色来做的 所以他认为这种的是公平的 不是说我没有干活 而是说我们在家庭内部的分工不一样 因此呢我们家庭的这种劳动的分工 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是一种上一代人的一种说法 还有一个就是 我听说的这一代人的一种说法 就是这个男性 他会觉得他会说 就当女性抱怨男性 或者说指责男性 不劳动的时候他会说你看 你哪一次让我去做家务 我没有做 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是别人让你做 你才去做 或者说这个发现家务都有哪些 或者说监督家里有没有家务 地干不干净 东西怎么怎么样的这个职责 以及督促你做的这个职责 为什么是要别人 你为什么不能主动的去做 或者你为什么不能我们讨论的 眼里有活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 就是当我们去说男性不劳动的时候 这是我听到了两代人的这种反馈 但其实他们的反馈背后并没有去 本质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从他们的视角 他们就会认为 好像自己很无辜 他们做了劳动 他们很听话 就是会有这样的反馈 然后我前一段时间刷到了一个视频 也挺逗的 就是当然我怀疑那个是女性做的视频 这是一个爸爸带着孩子周末在做劳动 然后做完了之后 孩子就说 说原来家务就这么多呀 那就是挺简单的 然后又说我们做完之后 那妈妈做什么呢 然后这个爸爸就对他说 你以为这个卫生 这个卫生间的这个手指 它是自己长出来的吗 你以为怎么怎么样都是什么的吗 这些的话其实都是你妈妈在做的 就是我这里面说的一些隐形的家务 所以我个人也是认为 没有办法去完全的货币化衡量的 或者说女性的这种隐形的劳动 其实是不能够完全的减少 或者说是去避免这种额外的 就是避免这种不平衡吧 快点开麦开麦 分享上一代的这个案例 因为我最近回我们老家了 听他们说起我父母 他们上一代的故事 我其实没太经历过 所以只能听家里的亲戚说 我妈在当年在农村的时候 是做重体力劳动的 不仅仅是什么收拾屋子的问题 然后像我父亲的 因为他是那个 我们讨论这个话题 其实大家都知道下面会说什么 就是我父亲亲他是 这类重体力劳动 至少做得比我妈少 所以这个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听了 应该是觉得不可思议的 然后我记忆里面 那个像吃东西什么之类的 那我们家 那我母亲从来不喝牛奶了 但是我父亲却喝牛奶 而且他们好像是一个养成的习惯 这里面有一部分 我觉得不是观念的问题 但是有一部分应该也是观念的问题 然后我父亲为什么喝牛奶了 据说是他身体不好 我我母亲应该是你身体还是还是不错的 然后像你们刚才说那个做家务那个东西 我觉得就基本上就不是一个 就基本上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那肯定都是我母亲做 然后我曾经稍微想了想说上一代人 为什么会说那个 就是说父亲或者说男性做家务少 我立刻想到说 是不是因为父亲会做一些 类似什么扛煤气罐的事 然后我就知道 在我们家煤气罐是我母亲扛的 因为我说了 他以前在农村的时候会做重体力劳动的 就是那种 就是当做一个成年男性一样去使用的那种 而且据说呢 就是他做的还很好 属于是 他还可以去教别人怎么去做 我以前都不知道 然后我是因为回老家听亲戚 跟我讲 说我母亲意思是说特别能干 所以我这么一想的话 至少在我这个家庭里面 就讲男女这个事情 就是说应该是更加走极端的 但是你说怎么去评价这个事情呢 也不好去评价 就是我好像里面说了 说有些东西是时间解决的 因为肯定是一代比一代会好一些吧 但是你说就他们那一代能做什么呢 我觉得我除了说 我说话是比较简单的 我除了会说我父亲经常欺负我母亲 我其实也不好说别的了 我只能说我父亲经常欺负他 别的什么东西都说不了了 很多东西我觉得我是做不了的 但是一代比一代会好一些 我相信这个是真的 那你有跟你母亲聊过 就是他做的这些事情 就是他的想法是什么吗 他有对你说过吗 那我应该没直接去跟他交流过这个事 但我认为他应该是认为 他理所应当去做的 相当于是 相当于是他的一种 那个缺省就应该去做的事 因为他应该没抱怨过 就这些事情他是从来不会抱怨的 他可能会抱怨一些别的事情 但就像做家务做体力劳动 做包括很重的体力劳动 他应该都没有抱怨过 他抱怨的是别的事情 抱怨的别的事情 其实也很好理解 比如说我父亲对他不好了 不够温柔 这种事情他会抱怨 我觉得这个讲出来的话 其实也是挺好理解 那他对你 不可能因为家务这个事情 那对我这个呢 应该也有影响 因为因为就是这个氛围里面 他都会说是什么重男轻女啊 什么之类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但是 对你是好的影响 还是不好的影响更多呢 就是在 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是一般的人的话 我觉得这个影响不会太好 但我感觉 我是个特例 首先一个呢 我比较早就离开家里了 其实也经常不在家里 其次呢 这方面呢 就是从反思的意义下的话 我会承认我很多事情做的不到位 但是你你就具体讲做家务这个事情 那我我就讲这个就是个人情况 我是会承认我做的很少的 但是呢 也不是那种绝对不做的 但是肯定是做的少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比如说你对一个屋子的整洁的标准 其实你的判断跟你就是说跟你就是爱人的判断 我觉得是不大一样的 就是女性的标准会可能会更苛刻一些 更严苛一些 我觉得下面这东西就不好讲了 因为这么讲的话就变成是我自我反省的 这个不像是学术讨论了 这你也说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话 你就是我刚才 我再说一个 就是说我是经常去听各种的报告会 包括各种研讨会的 然后呢 其实我也经常发言 我感觉有的主题其实挺吸引人的 但是呢 就从形式上讲 比如说我们特别学术的那种形式 我认为是有点隔靴搔痒的 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这个事情 或者说今天这个话题 如果真是想讨论这个事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去问 说你到底做不做 这个我觉得就不是隔靴搔痒了 但是呢 就是说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形式可能 不是讲讲道理能解决 因为你讲道理的话 这些道理 比如说我的话 我觉得这些道理我也懂啊 就是说应该怎么办 然后你只要问一句说 你做不做家务呢 那我会很老实的说 我其实做的很少的 是非常少的 但是呢 确实不是绝对不做 那是不可能的 另外你刚才举的有一些例子 比如说 一个母亲跟一个父亲说 然后父亲做出各种辩解 这个在我这里是没有的 我一般不做辩解 我一般就会承认 那我是做的 但是依然不改 这个是也不叫依然不改 就是说 一个是生活习惯不同 另外一个确实 它是 你比如说在家庭里面 它是一个互相 男性话讲 就是互相纵容出来的 那我在家里面 我在家里的时候 那我母亲会纵容我 我姐姐也纵容我 我出去之后 那我爱人也纵容我 虽然说他们也会也会说 我做家务做的少 但是这个情况就是说 其实他们还是会纵容我 所以那必然的 就是我做的其实是少的 我觉得今天应该把你爱人 叫过来一起讨论 那不好意思 那不再 那就是说那个 我就讲这类讨论吧 我为什么觉得是隔靴搔痒 因为真实的生活 其实跟讲道理是非常不同的 你比如说 我就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感觉是一个 我自己觉得是特别尾仪所思的 那个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 我就经常反省我自己 我就说 不能太相信别人说什么话 我这个例子 我觉得跟这 今天主题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姐 在小时候 在她那个没有成家之前 她就经常跟我说 她就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是弟弟嘛 她说弟弟啊 我太爱你了 然后她就说 我的这个生活的意义 其实就是你 我的小时候真信了 后来她结婚了 她有了自己的小孩了 然后我姐就特别严肃地跟我说 我现在生活的那个 就相当于是跟我表白 我现在生活的目的就是我们家孩子 然后我就特别惊讶 我说你小时候明明说的是我 怎么变了 我这个就讲两个事 一个事呢 那我当然我是自我反省 我觉得我是挺弱智的 这种话我也不能信的 第二一个 你就讲中国的女性 那我姐其实已经算年轻人了 她小时候 就是说她在没有成家之前 十几岁的时候 她比我大几岁 因为她老带着我 她会跟我说这种话 说我生活的目的就是你 我就希望你将来能怎么怎么样 然后她结婚之后 这个不说了 她说她现在变成 她生活目的是她这个小孩了 然后说你要对我小孩怎么 意思就是说 就是也是叫服务或者付出 我就讲这个东西是一种现象 不是说我要 就是说 我不是说这样好或者不好 我觉得去评价这个事情好或者不好 就是在我这个身份是不应该评价 因为毕竟是至亲 但是你说这个现象是存在的 这个现象 最后还是我说那个观点 有的事他不能着急 这玩意儿他必须得 就是说等几代人 其实是挺夸张的 但是你等个 就是说等个几年 或者等个十年 等个半代人 我觉得这个耐心是要有的 另外呢 有些话题是必须公开讨论的 这个也是我经常表白的 表述的 就是说 好多事其实大家都不好意思说 我刚才说的大部分话 应该我觉得很多人会认为 不好意思说的 所谓公开讨论的意思就是说 你觉得是私事的东西 然后因为它具有一定的公共性 你是可以公开讨论的 就包括那个 不是有那什么 鹦鹉史行什么之类的 就是不是今天这个话题 但是呢 我觉得这也是一样的 你说这种话题 你要进步 你怎么办呢 那肯定是 首先这个事就公开讨论 另外也是类似的方法 我也是觉得 现在的这些讨论 其实是格学骚扰 它就缺关键一步 这关键一步 其实就是plus经常问我的 就说你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事 他就缺这关键的一步 但这个不是说自我被人批判 或者说自我反省 我觉得这个是 有些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 是应该去 可以去公共讨论的 当然讨论到什么程度 是那个 是大家把握的 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个的话 我总觉得 就变得这个事变得太学术了 太学术了就觉得特假 就这意思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 鼓掌鼓掌 鼓掌 我想 针对刚刚这个朋友的发言 做一点点小小的补充 我们说所谓男主外女主内 这种传统的观念 它事实上是抹杀了一个阶级的区分的 那么 为什么这样说呢 是在我国的古代 也不用古代吧 就现在 就像刚刚这位朋友表述的那样 多数的 就是 中下层的女性 她也是需要劳动的 我们说在古代的时候 男的和女的一样下地干活 那现在也存在 刚刚这位朋友分享的现象 所以就是说 所以就是说这个 这个结构 它真的是在 生活的方方面面 政治上 经济上 文化意义上 都存在一个完整的 向下压迫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然后在书接上回 郭老师说 我们曾经的那个 很大的进步啊 就是我们1951年初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新法典 在就是婚姻法 废除了包办婚姻 废除了多妻制 废除女性歧视 它用法律的概念去推进了中国 从旧式婚姻结构中 迈向了新的一夫一妻制 然后在这种 在这个婚姻层面上 去解放了妇女 但是那个时代呢 那个时代的女性和男性 同样面对着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 这个女性被召唤到 社会上去了 开始从事一起 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了 但是这个男性并没有召唤 被召唤回到家庭 然后那个 分担她本来应该承担的那些家庭责任 那这是那一代中国女性的痛点了 她既要挑起这个工作的大量 还要挑起家庭的重任 那这个 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 也是怎么说呢 是我们进步的一个 小弊病吧 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的妇女 她要化妆成男人的样子 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就是她在经济社会上拥有了那个 拥有自己的价值了嘛 但是对她的评判变成了 你又要有经济社会的价值 又要有家庭的价值 也就是说她把一个 本来用来评价男性的标准 也加到了那一代的女性身上 那到现在为止 我们这个世界范围里 都没有形成一个不同的 但是平等的原则 可以适用在女性这个群体上的 对你说这个 其实那个情况现在 还在我们这一代的很多人身上 我觉得还 就那个观念 依然还延续到了现在 很多女性 她会去追求一种全方位的 这样的女强人的形式 就是她把那个东西内化 成了一种自我的 这样的一种追求 或者说一种 自我的一种评判标准 其实就是说 把她揽了更多的活到自己身上 然后我们刚才那个朋友 她说的那个 让我想到 本来我不想说的 其实我比她还会 在对女性主义这个领域上 我比她是会更 更向前走一步的 就是我觉得我很少去 其实很少去参与 关于女性主义的讨论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讨论 没有意义 然后我认为呢 不存在这种 广泛意义上的女性主义 我认为只存在 一个个女性个体 她基于自己环境的革命 就是说 女性主义很简单 它就是一个个个体的总和 然后呢 她要 就是你的权力的实现 是要你通过革命去实现的 别人说什么都没有用 然后呢 你如果不去从自己的 生活和自己的工作当中 去争取的话 那你就 就是你不解决自己的问题 你是很难去 让别人在讨论过程当中 去解决你个人的问题 以及整个社会的问题的 但是如果这些革命者 足够多的话 那或许合在一起 就会是一个新的一种 景观 或者新的一种 一种世界的形式吧 反正我是从来不指望 男性主动去开化的 这一定是 因为男性作为既得利益者群体 他们很难 他们首先第一是很难 对弱势的那一方产生想象 这个当然是正常的 任何强势的一方 对弱势的一方 都很难想象 要不然也不会有 那个经典的 和不食肉迷的这个典故了 再有就是 我们教员说过了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我们如果当今女性 追求一个平等 追求在从出生到就业的 这全过程中受教育的程度 以及接受医疗的这个机会 以及就业上的 完全没有就业歧视的环境 以及在家庭中 所有的一切相互 彼此评分 共同承担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 那它其实是在 剥夺男性的特权 因为男性在整个这个过程中 他们有更 他们在出生的时候 还是个胚胎的时候 就已经被天然的选择 然后家里同时有男性 和女性的家庭 也倾向于 如果他们条件不好的话 也倾向于为男孩提供 更优质的教育和医疗环境 然后到就业的时候 整个这个就业市场的 就业其实就不需要 我再说了 那会有很多人诡辩说 这是资本的选择 那资本产生这种选择的原因 也只不过是因为 我可以继续吗 怎么了 这位朋友没有关卖 爱丽孔同学 OK关了 好的 就是回到刚刚说的 就是当然 就业市场上的歧视 会有很多人诡辩 他说这是资本的选择 但是资本这样的选择 倒也是有背后的原因的 就是我们的社会氛围 是我们的文化的整个的语境 依然把育儿的所有责任 都推在母亲的身上 所以之前就是有人提议 说让男性也同样的 拥有一个就是产假 我当男性跟女性 拥有同样时长的产假的时候 在就业市场上 对女性的歧视 也许就会被缓解 我刚刚说到哪了 我突然断片了 就是育儿假 会对女性缓解 对就是说 当一个女性要求 我刚刚举例了 从女孩出生到就业的 这个全过程 会遇到的困境 所以说 当一个女性在这个过程中 在任何一个环节 都追求跟男性 拥有平等的权利的话 她事实上是在 分得男性的既得利益 所以一切要从别人手中 争夺来的东西 都是不可能被让出来的 都是需要 都是需要 不请客吃饭的方式 去获得的 只不过我们的环境 也不允许我们真的拥有一场 这样的彻底深刻的 变革性的这样的革命 所以我们能做到的就是 一人一杀 如果我们把女性理解成一种 扩大化为 她的本质认为是一种 弱势群体的话 或者是一种 非既得利益者的话 其实她的可参考对象 就增加了很多 比如说这种种族的 就是美国那时候的那些 种族的歧视吧 然后包括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的歧视 其实就有很多 可以参考的一些 革命路径 共来参考吧 我觉得是两面 一方面就是作为 实际当中的 就是处于弱势的女性群体 你用什么样的方法 在现实当中 就我们讨论归讨论啊 但是你化为一个个体的时候 你要思考 你用什么方法 会最大化你的利益 或者说保护你自己 你认为你应该享有的人权 这是一个实操性的问题 它还有一个 它是针对一个个个体 所享有的切实真实的权利 而不是我们口头说的某种东西 我觉得这是女性主义 我理解的一个层面 还有一个层面呢 它是一种思想层面 意识层面的东西 也就是说 它其实是一种 对于弱势群体 大家应该用怎么样的态度来对待 这个里面是不分 你是作为强势还是弱势 它其实是一种 就是一种意识层面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可能可以转 就是你刚才一说完 我想到它转化为了这两种 就是它可能都可以归为一种 我们讨论女性主义的意义吧 它一方面在于每个人的实操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于 我们如何对待弱势群体 这件事情 就这是我认为它讨论 存在意义的地方 它会让我们每个人去反思 因为我们每个人 你在不同的环境里 都可能处于强势 也可能处于弱势 但是可能基于这样的讨论 会让大家会明白 你去反思 你自己有没有做过不合适的事情 扯得有点远 我们接着回来吧 对于今天讨论的这几个问题 还有富权制和资本主义 整个领域的 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那我说几句吧 就等你了 没有 我说第一个问题 像 其实我觉得上一本书 它抓的还是挺关键的 其实我觉得是 物质性 就物质性是根源 或者说意识形态 是它衍生出来的东西 也就是说 这第一个问题 就是性统治 因为它一直在围绕生产和再生产 尤其再生产这个话题 而且我感觉 或者是我认为 就是女性的 就性统治这个东西 它就是因为再生产这个事情 或者说生育这个事情 它就是由女性来做的 所以导致女性 她在整个就是历史过程中 处于一个比较弱势的地位 而这个生育的问题 如果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话 它整个的女性地位的提升 还是会比较难的 包括我们现在 虽然女性已经很多参与到公共领域或者职场 但是人们还是 大部分人吧 可能下意识还是会把 生育以及带娃这些事 归到这个女性身上 然后意识形态那些 其实就是由此衍生出来的 但我觉得可能我们这一代 对意识形态会比较敏感一些 是因为 其实我们有点像 像那种后发的 就女性主义 她已经经历了好几波运动 像最开始都是争取 那个女性的什么投票权 然后再是 女性进入公共的工作 然后再到后面才是 才是 涉及到这个意识形态 或者是一些观念上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一代可能就是直接对 这观念上的东西比较敏感 但它的本身的那个再生产 那个生育那一块 其实我觉得还是 还是根本的东西吧 那至于这个家务劳动 其实 我觉得刚才季老师讲的那一点 还是 还是挺有感触的 就到我们这一代 我觉得这跟我们从小长大的 这个家庭环境 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尤其是 尤其之前如果不是计划生育 那可能更明显 就是男生的成长环境 和女生成长环境 确实是有差异 或者是父母去培养他 或者对待他 或者教育他 这是有差异的 所以包括做家务这个事 一般来说男生就没有那种 从小就是什么都 家务都做的 或者是你要照顾到整个家庭的 整个家务的一个决策 就是没有这种经验 所以到了 就是长大之后 虽然你知道要做家务 但是你可能就是没有相应的 同龄的女性那么敏感 或者对那个怎么去做 有那么多的了解 那这个我觉得 就是通过一代一代的 观念的改变 然后教育方式改变 去改变的吧 比如说我们这一代 如果在培养小孩的话 那不管他是男性还是女性 也都要去 至少要让他有这个 做家务的意识啊等等 那这个确实我觉得也是需要时间 当然提出这一点 或者大家讨论这个也是很有益的 至少你首先得意识到 确实有这个问题 会承认你 那个做家务做的少 或者是你不太会做家务 对我大概就补充这些 那我再补充一下 刚才在讨论的 那个我们在弹幕讨论的 那个问题 就是我认为 我们不能说假想 或者说预设 一段关系 或者我们就说家庭里边 谁是应该用 基于爱多做一点 或者我们不能说是 用爱来解释这件事情 因为它不适用于一个 泛化的讨论 所以说刚才群里 就我们在讨论说 这个同性的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它 我们如果抛掉爱的 这个因素 就是这一个家庭 它就是一个社会 它必然是会存在着权利 和存在着压迫和被压迫的 当然自愿压迫那个除外 不在我讨论的范围里边 因为我们无法假定 谁是被 谁是应该 被压迫的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种 权利关系当中 它总会有压迫的人 和被压迫的人 当它是我们现在 所理解的男女组合的时候 它有一种 天然的模式 或者内嵌的模式 就认为这个被压迫的是女性 但我还是指泛指 并不是指每个家庭 都会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们会觉得 女性怎么怎么样 然后问到了同性的问题 我觉得它一定 还是会有压迫和被压迫 只不过那个时候 我们不能提前预设 或者没有一个 先天嵌入的模式 谁是那个被压迫的人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一种 就是一个权利的斗争吧 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个 爱的彼此的付出 但是我觉得也会存在 这个权利 存在压迫和被压迫的问题的 就是如果这种 家务劳动和再生产 这个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那就会存在着 这种压迫和被压迫 也就是当它不能市场化 不能去量化的时候 那就会存在这个问题 我觉得差不多可以这样理解吧 所以那个问题是和这个 家务劳动和再生产 是否可以货币化是相关的 如果货币化 可以货币化 我觉得或许还有一丝 解决的可能性 如果没有货币化的话 这个地方就一定会有一个权利的 就是用权利来解决的一个 一个给他留的一个他的自留地吧 顾老师是不是要讲一下 那个家庭的解体 我在想如果所有的东西 就是都能货币化 其实家庭它本身的那个功能 好像就 就弱化很多至少是 或者它会成这种新的形式 这个确实也不好能想象 我觉得会的 因为就是当我们去 就看一个东西 它存在是要有它的贡献 所以家庭过去它的贡献 就是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单位 然后它是一个很强化 或者很大的桎固 人很难从其中逃脱的 然后呢 然后现在呢 因为就是它生产的功能 其实大家已经很清晰地看出来 已经被剥夺掉了 那如果它再生产的这个功能 其实就家务劳动本身不是个功能啊 是它引发的一个问题 如果再生产这个功能 可能被解决掉的话 那它就 它本身也就没有它存在的道理了 然后再生产如何被解决掉 其实有很多这种 小说啊什么的 大家都有在讨论这个问题嘛 我觉得它至少代表着 未来的一种趋势吧 或者一种可能性 包括我们大家讨论的这种 婚姻越来越多的人 不结婚 那这种不结婚的人 它会选择什么样的一种关系 其实这种 它就会变得更多元化 尤其是当再生产 从技术性得到解决之后 当然可能中间会面临 很复杂的争夺的过程 比如说家庭为了 国家为了文护稳定 它会 包括伦理的一些各种原因 它会限制啊 但是我觉得 它有一种发展 它是不可逆的 那你说那个 生育放在这里边吗 对 就是这个 包括养育老人吧 其实这些东西 都可以从家庭去剥离的 我觉得姚老师说的也挺好的 还有爱这个成分 那这个 就 就 我觉得 非常个性化的东西了 但它就不一定 就家庭不一定是 唯一的解决方式了吧 或者它会是一个 很多元的 形式吧 对 要么就是 改变家庭的定义 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家庭被消解了 那那个 父权还 还会再存在吗 好问题 我觉得即使父权不存在 到时候可能还会有 某种新的权利来顶替它 就是权利是不允许存在 真空地带的 如果可以日古一族的话 实际上是 就是可以对 那个权利产生 某种制衡 但如果不能 那 那只能是 那个受压迫来 这个问题好大 反正我的暴论 你们都看到过 对 你就是暴论大事 对 公开的我就不再讲了 对 我觉得想象 就每个人可以去想象 但是我感觉也很难讨论出来 其实想象的东西 也很难讨论出来一个结果 这里边就是涉及到图过去 然后到现在到未来的 就是所有的这些图景 然后过去的东西 就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 就包括季老师讲的也是 然后为我们提供了各种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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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反思也好 还是就是 一个 一个参照也好 但是现在这个现状 然后也是我自己就像郭老师说了 我是需要行动的 但是就是要扩大自己的 要扩大那个公实 要扩大那个就是行动产生的这个结果 可能还是需要一个未来图景的一个辅助 就比如说正面的 然后可能是什么样子 但是这个可能是需要 很大的想象力才可以 比如说像那个共产主义这种东西 然后负面的就是 图景 其实我们都可以 从过去从现在都可以再继续参照 可能更悲惨的东西 可能会引起更多的不明吧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去发动一场彻底的毁灭家庭 或者是针对父权制的毁灭行动 所以我们只能这样小范围的一点一点的从生活中去实践它 那之所以上演了这本书 它跟当今我们中国社会的女性主义 或者是说平权运动能有更深层次的共鸣 其实也是说我们这个就是东亚文化圈的这个妇女解放历程 跟西方走的是一不一样的路子 在西方已经就是妇女解放运动 未然成风的时候 我们还在这个民族独立战斗中 挣扎臣服是吧 然后那个时候的斗争之残酷之惨烈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必须要去 动员到女性这样子 有一个有一首就是黄河大合唱 它有有一个选段啊 就是说我们要推翻三座大山 那这个只不过在整个这个底层 黄河大合唱的黄河大合唱歌颂的那个群体 那个更加底层的那些女性 底层的劳动妇女 她们身上除了三座大山之外 还额外有一道声 就是这个所谓婚姻制度下的这个服务权 那这个 我们女性这个女性问题 跟这个阶级问题 就这样联系到了一起 然后变得更加的复杂 背后有更多复杂的问题 我们 想听邪阳君爱的小故事可还行 邪阳君要分享吗 不要讨论与主题无关的话题 就是我觉得 其实我们这个主题可以多讨论一些 就每个人的实际的经验吧 比如说今天这个家务劳动 那每个人家里的 比如我们上一辈是怎么样 我们这一辈是怎么样 然后育儿其实也是 我感觉在我们当 我们这一代 育儿也是一个很大问题 因为特别是这种 从小城市到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吧 基本上好像都是叫父母过来 或者在同一个小区租个房那种形式 然后也有 更有钱的可能会请那个育儿嫂 好像周边也有 然后包括你育儿 她是夫妻双方水付出的多 就这些这些很实际的问题 然后包括怎么去 每个人的想法 或者怎么去 有怎么改善 我觉得这些 是可以多讨论一些的 我先 我先发言 我观察到的 就是以我的家庭为例 我的爷爷奶奶 就是在养育我父亲这一辈人的时候 他的家庭分钟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我奶奶负责家里所有的事情 然后我爷爷负责赚钱 但是我爷爷这个人 他好就好在什么地方呢 他从来不对家里的任何事情 产生任何评价 他不管几点下班 然后那一天 我奶奶有没有在他下班的时候 做好饭 他就等 如果没做好他就等 等到我奶奶做好 就是也不会去跟我奶奶吵架 什么的 他会把整个家庭里的这个管理权 完全给到我奶奶 他怎么安排就怎么算 然后我爷爷只管赚钱和 对小朋友们的这个文化上的教育 因为我爷爷是个就是大学生 然后他有的时候会参与到 我父辈这些孩子们的那个 就是教育上中去 然后这个是我爷爷奶奶 这一辈的家庭分工情况 然后到我爸爸妈妈呢 他们就比较特殊 有点像我们刚刚评论里面的 这一个朋友说到的 就是我家 其实我爸爸做的会比较多一点 我妈妈是一个事业型 我妈妈是做化学研究的 然后他回家的时候会跟我说 他刷了一天试管了 真的不想再刷完了 然后就我家里的就是做饭啊 洗碗啊这种事情 就是都是我爸爸做的多一点 然后至于说其他的工作 也基本上都是我爸爸承担的 会更多一些 然后我好像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成功经验 因为我还没有组建家庭 我还没有什么那个 爱的小故事可以分享 我仅有的一些恋爱经历 告诉我说就尽量 我仅有的恋爱经历 在这件事情上 就在分担家务这件事情上 还是较为失败的 她是一个完全不动脑子的人 然后所以她变成了千语 嗯 哦对的 嗯 谁想说的这件事情 也是一个东亚文化圈 特有的现象 因为我们有敬老的传统 就是尽管 如果我们说女性处在 跟男性相比的弱势群体的话 那么有年纪的女性 她在下一代人的这个世界里 是有地位的 这就是说傅权制 她其实是一种 她还有个世代的压迫 是的是的是的 她有存在一个世代的问题 就好比孔雀东南非 他们俩到底就离婚了 路由和唐婉到底也就分开了 他们违抗不了 他们那个朝朝日月下面的 这个母命难违 就是家庭的事情 是交给女主人的 然后她孩子的婚姻 也是家庭的事情 所以就要由妈妈这边做主 是的 其实我会觉得 假如说啊 我们在一个高度理想化的 一个语境里去讨论的话 我会觉得我爷爷奶奶的那种模式 还还蛮好的 就是家庭仪式 已经是一个最小的单位了 一个相对来讲 更有能力的人出去工作赚钱 当然我所说的 我的用词是相对更有能力的人 而不是指男是男是女啊 相对更有能力的人去赚钱 然后再产生经济价值 这一方面稍逊色一点的人 来维持家庭的运转 然后各司其职 然后并且这个家庭的同盟 坚固的存在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 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 只不过当今的社会环境里 这是一个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那我跟你说一个跟你那个 相似又相反的例子 就我 我我我我我 我姥姥姥爷 外公外婆 跟你那个爷爷奶奶是一样的 类似的类似的分工 可能是他们那代人 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 就是这种分工吧 毕竟那个时候已经提倡 那个妇女班免天 但是我 但是我 我外婆还是要上班的 她也是 也是要上班的 而且他们其实 就是 社会工作可能有 有有有有有有区别 但是实际上 就是 呃 工作的那个 就 毕竟是工作的那个年代 那个劳累程度是一样的 但是那个家庭所有的决策 是我 外婆决策的 但是我外婆 就是虽然是上过大学 但是她还是中南清语 然后实际上是一个家庭内部的法西斯 然后我我我我我我外公 然后就是冷眼 也不是冷 也不是完全冷眼 就看着 就也相互 相当于也是相互的 那个 那种叫什么来着 就是 相互的纵容吧 反正 我觉得 就是我我我老爷 我老爷连那个面都补一下 然后 但是 但是我以为他们就是 就就就就是这样分工 然后他们就是 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个 就是完全满足了 但是实际上也不是 小时候有一次 然后听到我老爷跟我妈跟我大姨 然后再抱怨就特别特别厉害的 那种抱怨 就是反正家里的一切 他都不管 怎么样 就是那种 所以就是我开始以为他们是 就是这个分工是OK的 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就意识到 其实很多东西是那个观念是习惯的东西导致来 我感觉这个就是真的是一代一代 观念的变化 层下的培养 渐进的改变 如果相信我们父辈那一代肯定 爸爸做家务的还是偏少数的 肯定是少数啊 那我们这一代 就是至少大家都会愿意去做 但可能 这个眼里有活没活 这个是有一些差异的 但你让我讲实话 我是不愿意去做家务的 我希望用机器去做 你说我希望对方去做 我也不希望对方去做 公平一点 你不做我也不做 然后我们想办法让别的什么来做 或者我如果看不见的话 你是不是也能看不见呢 但是好像这种情况是不太成立的 比如说我看不见活 然后对方可能就是 有时候就会歇死底里了 就是这里边 我觉得还有一些那种 就是刚才小龙就应该有提到 他有一些精神层面的事情 因为当你一个家庭 他不只是两个人的时候 他作为一个社会基本单位的时候 你会有一些和外边的交互 或者说这种所谓的应酬 这些事情的话 就比如你七大姑八大姨 什么什么事 然后对方七大姑八大姨 什么什么事 等等这些的 他这些其实也需要一个人 来去主动去做这些应酬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他好像 就很难是说用一个机器 或者用一个第三人 哪怕是庸人 就把他完全解决到 他可能是部分的解决 可能说 就是说赤裸一点 可能要博弈 说说的委婉一点的话 可能需要就是相互的 不断的去那个 就是不管是协调也好 还是妥协也好 这里边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 所以就是但是对于现在来说的话 就是可能或一方面 然后可能受到那个传统的那个 意识的那个传统的观念的束缚 然后另外一方面 然后受到新的就是这些 就是所谓的开发的东西的影响 就是再加上这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快的一个时代 很多东西就是包括谈恋爱也是一样的 可能很多时候 他没有那种特别深刻的那种 那种那种那种相互的那种印象存在 可能就跟吃块餐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很多东西 就跟最早的那个小杨军讲 那个现代性最早的那本书 就是所有兼顾的一切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其实这里边就是传统的那个稳固的结构里边 稳固的家人结构里边的那种 就是兼顾的那个责任意识啊什么的 可能现在也都也都很薄弱的 但是我又在想了一种制度保障情况下的这种可实现性 因为大家讨论了很多爷爷奶奶辈那一代 父母辈 他们好像更多是基于观念的 但你说现在的话 我觉得反而是我看到一些人 他们就是 其实跟那个爷爷奶奶辈的生活方式是很相近的 就是男主内女主外 然后呢这个女性 因为现在孩子的教育是一件很需要家人要花不只是金钱 也要花精力的一件事情 那这些女性呢 她们留上国际学校或者带孩子就直接去美国去清卖读书的这种 她们就是家庭很明确的分工 男性就是管赚钱 女性就是管安排其他姑八大姨孩子等等一系列的事情 那只要是从目前的法律情况下来说 她其实能够把婚姻理解为一种财产和一种养育制度的话 其实就当下的观念 我觉得很多家庭吧 不能说很多女性 她也就是这样 也就是这样存在的呀 我还是在当代看到了一些 她可能不是因为女性的观念保守造成 她就是一种制度保障下形成的一种家庭间的最优解吧 就像小郎君觉得很羡慕的那种 我觉得她现实就是在我们这代人 她依然是存在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跟生育 就是生育和女性跟相关之一点 衍生出来的 其实跟社会现实下面来讲的话 这里面还是传递的问题 传递对所有人的这个压迫 然后导致那个生存的各种困境 然后再导致最基本的这个生殖 或者家庭的这个家庭生活的这个需求 然后被弱化 所以就是这种稳固的这种东西 它也可以是说 就是有一种传统的东西 但是这个传统的东西 到底最后是不是一定要放在 就是往下讨论的这个框架之下 这个就是可能还是要具体的来看吧 但是放在一般的框架来一下的话 那就是最普世最最最最基本的东西 还是平等 自由 我在想很多是不是我们观念解放了之后 大家其实它会倾向于大家的选择更多元化 因为就像刚才我说的 就是平等自由 这些我们认为最最基础的这些诉求 可能每个人他不一样 有的人他就在意爱 有的人他可能就在意钱 有的人就就在意谁也不要管我 就是他每个人他的东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每个人的排序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每个人呢就会 他就会做出很多元化的选择 就不会像过去那么单一了 就是这一代人可能大部分都是这样 那好像今后的人他会 他会有不同的选择 对的 我觉得郭老师说的就非常的正确 就是其实我从最开始到现在 都会表达一个观点 就是说追求女性主义 或者是对女性主义的关注 他并不是为了推翻男权 然后成为新的男权 就是并不是要把男人 从他现在拥有的这个权力结构上赶下去 然后我们站上去 其实他更多的是一种多样性的 去一种探索 因为现在的这个结构里面 这个逻辑里面 男人应该阳刚 女人应该温柔 那他所谓的这个不仅在压迫女人 也在压迫男人 那就是有男生也非常的喜欢美丽漂亮 愿意化妆 那他的这些行为是不为现在的 已经所接受的 所以就是让每个人都 所以就是说刚刚那个郭老师说的权力 是没有真空地带的 与之对应的就是 不平等也没有真空地带 只要存在一种形式的不平等 这个不平等这个东西 就会以各种不一样的形式 反复出现在你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 所以其实我们说 尽管我们没有办法自上而下的 暴力的去推进一个真正平等的 乌托邦的社会 但是起码我们可以通过 对这个相关的话题的讨论 然后去建立一个多样化的意识 起码每个人心中都有了这样多样的意识 对多样的包容 对喜欢美丽的男生的包容 对喜欢物理 喜欢短发 喜欢光头的女生的包容 这样其实是一个 我们会目前比较理想的 且比较相对容易实现的一个状况 还有性少数群体 都出在一个观念的 被那个就是挤压之下 是的 是的 我们讨论这个议题 然后我们追求一个所谓平等 就是实际上是追求一种 对差异的包容 现在的结构是 你以差异为名 盼然有别的将两个性别的群体 划分成 就中间竖起到高墙的那种状态 男生应该怎么样 女生应该怎么样 那我们追求的其实是把这个墙消解掉 男生可以怎么样 女生可以怎么样 都可以怎么样 不因为你的性别 大家都可以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愿意做的事情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多元性从哪儿出来呢 多元化的东西 就多元化的观念 多元化的这个现实 它会从哪里出来 这是我对社会现实 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因为毕竟一方面 就今天的这个话题 一方面讨论资本主义 另外一方面讨论赋权 然后你要是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讲的话 那我们必然可能要讨论 那个消费主义 然后消费从哪儿 就就就就就就就 就是消费从哪儿来 然后就是那个 父权又从哪儿 那个压制了这些就是东西 多元化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可能 都是有需要讨论的地方 可能不仅仅说是 就是我们我们来讨论 毕竟就今天 其实我跟季老师 我们都到处转发了 但是还是就是平时的 这十来个人吧 听的可能不多 可能听回放的可能比较多 所以这个讨论的那个 就是意义在哪里 讨论的目的 在哪里 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更主动的一些东西 虽然说你说那个家务这方面 可能我不太喜欢做 因为我真的不喜欢这个 难可能是的 然后但是 我认为这个是 就是对我个人来说的话 就家务劳动 我觉得是可以商量的 如果我们可以就是明确的分工 然后明确的 你不是说合同吧 就明确的协议 做哪些不做哪些 你做哪些我做哪些 我觉得这 这我是能够接受的 但是更多的东西的话 那要看那个 具体的时刻 然后具体的那个状态 人都有哪的时候 我有哪的时候 你也有哪的时候 那这个东西 就是 你要我的理解 就是如果货币化的话 可能是一个更好的 一个解决方案 但是 如果说从货币化来说的话 那有可能 然后第三方的 那个劳动 比如说费用 费用也是一个很 很典型的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可能看 因为我没了解 没有具体了解 我没有具体认识过 因为可能从旁观的角度来看 这个是剥削啊什么的 但是 就是相对于那个 就是菲律宾本地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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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来说的话 可能还是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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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些 但是要 远低于那个 就是 你知道香港 要远低于那个 香港的那个 正常的收入水准 所以这个事情 它到底该怎么看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走到 现在的一个时代 机器也是一方面的 就是 可能也考虑了 就是把这些东西 然后都交给机器 但是交给机器的话 还会产生新的问题 其实 有可能包括那个 有可能跟那个生育啊 或者说 就跟那个 高老师说了 就是外边的这些 就是不光是 包括应酬啊 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 就肯定是跟责任意识相关的 这些 就是 日常的劳动跟生育 可能会有 通过技术去解决的方法 但是就是 对于家庭这种环境 就是家庭那种形态来说的话 就是你的那个 就是相互之间的这个责任 怎么去 界定或者怎么去划分 怎么去融合 可能这些问题 都是比较长久的吧 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和负权 如何偶合在一起 这个话题 我可能有一点点想说的 也不一定对啊 就是说 资本主义的逻辑 虽然它加速了 对女性的压迫 但是它甚至也是 不维护男性权利的 它只不过是在 以一个 就现代文明的 这样的一个逻辑嘛 就是说 在现代文明的逻辑下 女性是在结构性的 被放在第二等 这个衣服性的 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但是 但是资本追求的 唯一的内容就是 利润嘛 对吧 那 它这个 首先在当今的这个环境里面 性别议题成为了资本 就是炒作女权的 就是 获取流量的一个工具 但是注意 它不是一个唯一的工具 任何能产生流量的话题 它都会去推动 那 然后 同时 这个 生产力 进一步的进步 然后整体的 劳动力的结构 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 整体上 我们生产力的进步 然后科技的进步 是 产生了更多的 这个 所谓 被称为 器皿的 这样的一个群体 这个 足迹向下的 这个压迫结构里 仍然存在着 这个 延续着 这个 在两性 这个领域里的压迫 这个 所谓的这个平权 只发生在 某一个社会层次 也不是全部的 社会层次 就好比说 我今天站在这里 跟大家讲 我们要追求 一个平等 我是代表 什么样的女性的群体 所去追求 这个平等的呢 然后包括 刚刚郭老师说 每个人对这个 平等 自由 什么的 他们的追求 是不一样的 对是这样的 于我而言 我作为一个 接受了高等教育的 独生女 我追求的平等 是在就业上 不受到歧视 但是可能 对于 另外的一个 多子女家庭 然后家庭相对 较一般的 这样的一个女孩子 她追求的平等 只是一个 能跟弟弟一起上学的权利 所以这个问题 这是复杂 然后 正因为她是 正因为女性 占人类群体的一半 然后遍布各个阶级 遍布各个行业 然后各个国家 各个宗教信仰 所以才导致我们 今天去讨论她的时候 有一个 就是是那么的困难 因为没有任何一种言论 或者结论 或者是 这个理论和思想 可以被视之 视之为是正确的 所以 她正因为 她这么的复杂 那我们在每次 去讨论她的时候 就也应该 就是 明确 我们讨论的范围 然后抓住我们最想要的 那个核心的这个观点 再有就是 我觉得女性主义 最大的意义是说 它其实是一个 我们整体去 质疑现代文明的 一个视角吧 就是说 我们现在社会运行的 这个范式 跟西方带给我们的 这个现代文明的范式 以及价值观 它其实是一体的 但它这个东西 它本身内在存在着 一些危机和问题 那我们 倡导社会的平等 消灭歧视结构 或者是 任何关于这个讨论 我们去寻找新的可能性 发现第三个 不一样的可能 这是我觉得 它比较有意义的 一个点了 刚刚还说了啥 我说不会 对的对的 就是当 不能太斤斤计较的后果 一般由女性来承担 这个事情 我最近深有体会 就是当 以对关系里 就是两个人 然后他存在着 一方的强势 和一方的弱势的时候 如果不清晰地 界定这个界限的话 就是 退一步的那个人 就是弱势的那一方 雅静雯不在乎 修杰凯不在乎 只有网友在乎 这是个啥样的故事 最近的热搜 我不上网了 就是那个 那个什么 什么浪姐 四还是什么的 里边 那个 跟这个无关 上什么回头 撕发给你吧 大概 大概意思是说 就是我想 我想说就是 响应 斜阳君刚才说的 就是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我们很难说 是这样泛泛讨论出 一个标准 适用于所有的家庭 我只是为了 响应他那句话 哦 是这样的 那我问一个问题 特别具体的问题 就是你们 你们 就是 真实那个人造子宫吗 比如说 以后有个塑料袋 然后 他把那个 就是卵子 然后抽出来 然后放到里面 然后 那个精子也 抽出来 放到里面 然后 这个 这个 配胎就在这个塑料袋里 然后那个 就是 发育 然后 还可以批量 然后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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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个 胚胎成形以后 然后要 要 要你们自己来抚养 这个 这个有没有 那个 那什么 可能 可以不是塑料袋啊 也可以是一个 更精致的一个环境 就这么个说法 但如果是塑料袋的话 就代表 他其实可能 价格也很低 不需要你付出 很多的这个 费用 对吧 就如果 我可能会 就如果是我的话 我 我会很好 我本身 我会很好奇 这个技术 然后 我 因为我 我从 20年 我就开始 问别人 这个问题了 当时 当时想着 人道 就是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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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随着疫情的那个开始 然后那个 会考虑未来的事情 然后 嗯 但是对我 我自己来说的话 一方面 我会好奇 这个 这个技术本身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 就是 它延伸出来了一些社会 就是 现实 然后 还有 我自己来说的话 我可能是愿意的 我为什么愿意呢 就是 你要是说 那个生孩子的话 生孩子这个本身 然后 它确实是两个人 是一个比较 而且 不光是两个人 涉及到两个人 背后的两 在 在 在这个地方 涉及到两个人 背后的两 就是 大的家庭 至少是 六个人的 关系 六个人的事情 所以 就 所以 所以 这个 我觉得如果能 通过更 低成本的 更低代价的方式 然后 能 能够 能够 那个 实现一个 生育的话 我觉得 我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 你要说到 就是 包括 像之前 不是明星带孕吗 明星找带孕 但是生了以后 然后跟那个人 关系也不好了 然后 对那个孩子 也反正 也一直感情 也不太 那个什么 我觉得 这 其实都可以 讨论一下 我就问 这么一个问题 我回答一下 就是 如果摒弃背后的 伦理问题 我们还是放在一个 理想的环境里 就是说 它背后不存在什么 其他的更加复杂的 就是我这个智力水平 倒达不了 它肯定不存在 伦理问题 假如 假如不存在的话 我是 我是支持的 但是尽管如此啊 就是在生这件事情上 本身啊 就我们高等到这个塑料袋的 这个假设里 就算在这种情景里 在生这个过程中 女性的付出 也是要更多的 就是取卵这个过程 其实也蛮痛苦的 就是要先打针啊 然后什么 就是有一些复杂的过程 然后再 再再去去 对 它背后会有 非常多的伦理问题 然后 就是其实 我觉得蛮蛮复杂的 以及 我突然通过这个提问 就是call back了一个 我之前说到的一个点 就是说 压迫一旦出现 一旦存在 它就会以 各种各样的形式 出现在生活中的 方方面面 就比如说 代孕这个东西 如果 我其实特别理解 上一期的那几个妹妹们 她们说代孕怎么怎么样 就是可能是个就业的方向 我理解她们的出发点 是因为她们完全想象不到 代孕这个东西 如果一旦合法 那么 具备生育能力的女性 会面临多么可怕的境地 就 因为这个东西 一旦可以被用来牟利了 你就已经不再是一个 有独立人格的人了 你会在街角任何一个地方 被敲晕 然后被关起来 然后被当做一个工具 被当做一个为他们的 被当做一个生产工具去使用 这也是我特别观 特别想知道的一个点 就是 就是其实我也会 就是 其实可能很多人都会推出这个结论 就是这个更残酷的这个压迫 甚至可能是说 可能已经非人化了 但是这个图景 对现实的这种震慑 有没有 那个 更多的 就是 更多的那个 那个讨论 或者说 或者说是那个 关注 有点 偷出我的知识范围了 现在的代孕 生产不需要取得母体的同意 是的呀 所以就是说 这事就是一个不能碰的底线 但是如果它变成塑料袋了 就代孕变成 就人的代孕变成塑料袋 然后去那个 哦 我稍微打断一下 这个我先回答 这个一棒就把你求运 带孕出一个你的宝宝这件事情 就是 现在 现在这个 这个 所谓这个代孕 以及它背后更灰色的那个地带 是 是真的有人在卖乱的 就是 这是一个 现在现存的一个情况 然后 它 其实 也没多少钱 可能 它会对女生 就是进行标价 就是 比如说 985毕业的 然后长成什么样的女孩子 它的卵子一颗是多少钱 然后 211的 它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 就是它会根据你的什么学历 学历代表知识水平和那个智力水平嘛 相貌啊 等等一切因素 对你有一个就是 价值的衡量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 你就 就是 对 就可以去 就可以去 卖 卖你的卵子 然后它同时 它操作的逻辑跟那个试管婴儿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先在这个女生的身体里打那个激素吧 应该是一种 然后 有一次取很多出来 然后就可以去 对的 就是制造了一个价格期间 是这样子的 嗯 这个市场 还好像还挺生机勃勃的 就是 我只分享一下我知道的内容 而且 而且这种 而且这种 就是 暗地底下的操作 它都是不正规的 所以它可能会带来 更多的 那个伤害 特别是那个 让你 主动排卵啊 还有那个取卵 那个过程 可能都会带来更多的那个 伤害 比如感染 比如说那个 就是让 让你激素不正常 或者让你过多的排卵以后 然后 都会带来一些 你不知道的一些 一些伤害 嗯 是的 过于宏大的议题 其实 嗯 不是我们的 这个 读书会的讨论 能够就是 cover掉的东西啊 然后我们 其实 所谓这个女性主义 所谓个人及政治 所谓一人一杀 它其实也就只是说 对抗一种 宏大的 极端的 超越性的 忽视差异的那种 那个叙事逻辑 然后每个最基本的个人 他的日常生活 本身就是一个 坚定稳固 宏观的 政治结构的 一个基本的支撑 所以如果从每个 最基本的人 他的日常生活 发生改变 聚集起来是可以撼动 整个压迫性的结构的 一点一点的启发 是我们讨论的意义 然后过大的议题 我们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要接受 我们讨论不出结果 我能说两句吗 刚刚你说的那个东西 我其实是挺怀疑的 就是说 不关注宏大问题 然后假设 我们从自己出发 然后逐渐的会导致 一些问题的改进 我觉得这个 是分哪一类问题 有些问题 可能是可以 如此改善的 然后另外一些问题 应该是和 外界环境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 外界环境没有改变的话 其实个人能够做的 努力是非常有限的 我觉得从分类的角度 可能就存在着两类问题 有一类问题 是可以渐进的 可以去从个人的角度触发 然后是有效的 然后另外一类 有可能是无效的 这是我的猜测 就我还有一个猜测 就是说 知语行 其实是可以分开的 你比如说 就是我 其实都怀疑我自己 就比如说 我很早 我大概是在 那个09年的时候 然后我就关注了 那个女性主义的 然后系统的看 然后实际上 是在14年以后 然后从那个 看那个林河的书 然后到现在 但是你要说 我真正在日常生活中 我会完全全的 因为刚才也聊到 那个 因为 那个郭老师提的 家务劳动这个问题 其实就从这个问题出发了 我觉得我不见得 我会做的有多好 甚至可能比一般人还要差 所以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 来往外推的话 就是 你知道是一方面的 但是你要去做 跟你的行动进行统一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方面 它有可能是一种伪装 比如说那个 那个 出那个 女性主义的书的 书的那个 创摄 然后 那个老板叫什么来着 就是性侵的那个 最中间 犯心 犯什么 犯心 是吧 犯心 对 就这个 这个 就是 他把这个 当成一种伪装了 这种伪装 然后在社会里面 是也是非常常见的 而且也是 就是 就是 就是你放到其他的观念里边 也都是非常具有隐蔽性的 但是这种 就是 它是 的的确确存在的这个问题 所以就是 我也是延续了 刚才教授那个话题来讲的 就所有的这些宏大的东西 然后 落到具体的现实中的时候 它是会对所有人 然后产生一个具体的影响的 就跟我们今天讨论 就是女性化 女性主义也是一样的 就必须是 它是 我认为 可能是会需要有一些 更尖锐 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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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的一些观点在这儿 就跟我说暴论的时候 然后那个 小军发一个图片 然后说是那个 脏话是需要说出来的 不说出来心会脏 自己的心会脏 所以我觉得 这实际上也都是一些 隐喻吧 我觉得 是 其实是 是这样的 我能够get到 这位朋友的意思 鼓励在 那个 评论区 踊跃发言的 各位朋友 开脉发言 对 我就是想我们 比如说我们今天聊到一些话题 是不是后面书单有 可以找一些相关的书 然后进行那个分享的时候 可以进行一些更深入的讨论 比如说 圣域啊 或者什么社会化抚养啊 人造子宫啊 这些 对 社会化抚养不也是 最近一个热点吗 应该会有一些相关的 书或者材料 我今天刚去书店 种草了一波新的 这个相关话题的书 等我挨个买回来看一看之后 整理一下新的书单 鼻子